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觉得可能大家的那个创新 对创意或者创新的概念不太一样 举那个例子说新耀 当然我们大家都引以为傲 可是我也有听到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 他们觉得它充其量不过又是另外一个商场 不过它是做得更大 可是你讲到真正的创意是没有的 凭空想象出来的另外一个完全新的点子的话 可能他们就觉得我们比较缺少 创意不一定要从凭空想象的那个空间来探索 因为你可以举一反三 本身也是一种创意的理念 对不对 比方说传统企业 如果它可以用一个新的思维来打造 它新的经营方式 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的理念 好像你现在今天我穿的这件衬衫 CYC的衬衫 老字号 但是你看它结合了很多新的设计元素 所以就变成比较新潮一些了 可以跟得上时代的潮流 而且现在这个服饰在线上线下 都可以上网采购了 不需要到那边特意地去量身定做 所以这种本身就是一种理念的创新 所以只要突破这个现况 就是一个创新的方案 其实我们通常可能有一个迷思 说创新 就是可能人家睡觉 然后突然起来 灯泡亮了起来 我就有这个新的点子 其实我想很多的这种创新创意 它不是这个过程的 这个过程是有 不过我觉得是少数 一般上的产品的创新是 它是非常有纪律地去开拓 去净化它的产品 所以是一点一滴的 比如你说这个苹果的这个iPhone 现在人家就说这个非常有创意 不过其实它的演变是累积了 十几二十年的经验 才有今天所谓的苹果的这个iPhone 部长您觉得创造力是可以被培训出来的吗 可以 对我来说就是你要不管最小的一个动作 最小一个程序要怎么样把它完善 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就是通过这些累积了这些不断的提升 才会有这些所谓的大小的新的点子 那我们也不应该小看这种所谓的小型的一些创新 或者是一个提升 因为累积了这些小小的东西 就造成了一个更大的一种效果 所以对我来说出发点还是一个心态 把每天的工作做好 把每一份工作的每一个流程都在问自己 我能把这个流程做得更好 更有效 更快 或者是更省时 更省资源吗